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参加HSK三级考试 HSK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 共四十题 请大家注意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喂 请问张经理在吗? 他正在开会 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 好吗? 喂 请问张经理在吗? 他正在开会 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 好吗? 现在开始第一到五题 一 王经理 来上海出差 怎么不先打电话给我? 我可以去接我 我可以去接你呀 我给你打过电话 你秘书接的 怎么 他没告诉你? 一 你怎么一回到家就看电视? 电视 电视 是我的粮食 水和空气 二 你怎么一回到家就看电视? 电视 是我的粮食 水和空气 三 太好了 王老师 这本书我早就想买了 给您钱 这本书是送给你的礼物 以后要继续努力呀 四 这本书是送给你的礼物 以后要继续努力呀 四 最近报纸越来越厚 都是广告 以后别买了 想看新闻就上网 四 最近报纸越来越厚 都是广告 以后别买了 想看新闻就上网 五 小点声 女儿哭了半天 刚睡着 又找妈妈了吧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五 小点声 女儿哭了半天 刚睡着 又找妈妈了吧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现在开始 第六到十题 六 请问公园里有卖咖啡的吗 这附近没有 在公园入口处有一家快餐店 那儿可以买到咖啡 六 请问公园里有卖咖啡的吗 这附近没有 在公园入口处有一家快餐店 那儿可以买到咖啡 七 喂 珍妮 明天的中国代表团 由你来当翻译 总经理 没问题 我一定好好准备 七 喂 珍妮 明天的中国代表团 由你来当翻译 总经理 总经理 没问题 我一定好好准备 八 你怎么一边吃饭一边看书呢 这样对身体不好 明天就要考试了 我还有好几课没复习呢 八 你怎么一边吃饭一边看书呢 这样对身体不好 明天就要考试了 我还有好几课没复习呢 九 九 小高夫妇 寒假要去哈尔滨看冰灯 邀请咱们一起去 太好了 咱们俩好久没一起出去旅游了 九 小高夫妇 寒假要去哈尔滨看冰灯 邀请咱们一起去 太好了 咱们俩好久没一起出去旅游了 十 看你这么高兴 这次考试考得很好吧 还没看到成绩呢 不过感觉还不错 十 看你这么高兴 这次考试考得很好吧 还没看到成绩呢 不过感觉还不错 第二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 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 他希望自己很健康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 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 他希望自己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 他希望自己很健康 他希望自己很健康 那块钱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 那块手表 那块手表不是他的 那块手表不是他的 今天我想早点回家 看了看手表才五点 过了一会儿再看表 还是五点 我这才发现 我的手表不走了 那块手表 那块手表不是他的 现在开始第十一题 十一 他的汉语说得非常流利 如果不看他的人 只听他的声音 别人都以为他是中国人 他长得很像中国人 十一 他的汉语说得非常流利 如果不看他的人 只听他的声音 别人都以为他是中国人 他长得很像中国人 十二 虽然我的宿舍很安静 但是我不爱在那儿学习 我喜欢在宿舍听听音乐 或者上网跟朋友聊聊天 我常常去图书馆学习 他不喜欢在宿舍学习 因为宿舍很吵 十二 虽然我的宿舍很安静 但是我不爱在那儿学习 我喜欢在宿舍听听音乐 或者上网跟朋友聊聊天 我常常去图书馆学习 他不喜欢在宿舍学习 因为宿舍很吵 十三 中国有汽车的家庭越来越多了 我妻子也想买一辆汽车 可我还是觉得 坐公共汽车不错 不开车对环境有好处 妻子不想买汽车 十三 中国有汽车的家庭越来越多了 我妻子也想买一辆汽车 可我还是觉得 坐公共汽车不错 不开车对环境有好处 妻子不想买汽车 十四 我以前不买贵的东西 可今天我也想去商场买套名牌穿穿 也许这样我的心情会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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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不买贵的东西 可今天我也想去商场买套名牌穿穿 也许这样我的心情会好一点 今天她的心情很好 十五 周末我有时候在宿舍休息 打扫房间 有时候跟朋友一起出去逛街 吃饭 看电影 明天我还没有想好做什么呢 明天是周末 十五 周末我有时候在宿舍休息 打扫房间 有时候跟朋友一起出去逛街 吃饭 看电影 明天我还没有想好做什么呢 明天是周末 十六 你来宿舍找过我 我一天都在房间 你是不是三点左右来的 那时候我去邻居那儿借了点东西 他出去借东西 他出去借东西的时候 有人来找过他 十六 你来宿舍找过我 我一天都在房间 你是不是三点左右来的 那时候 那时候我去邻居那儿借了点东西 他出去借东西的时候 有人来找过他 十七 我养了一只小猫 我养了一只小猫 很可爱 我特别喜欢他 假期我回国的时候 我的邻居答应帮我照顾他 假期他不能照顾他的小猫 十七 我养了一只小猫 很可爱 我特别喜欢他 假期我回国的时候 我的邻居答应帮我照顾他 假期他不能照顾他的小猫 十八 冬天快要到了 听说这里的冬天很冷 我还没有羽绒服呢 想去商场买一件 迈克也正想买一件大衣 于是我们就约好 星期天一起去 他和迈克打算 星期天一起去商场 十八 冬天快要到了 听说这里的冬天很冷 我还没有羽绒服呢 想去商场买一件 迈克也正想买一件大衣 于是我们就约好 星期天一起去 他和迈克打算 星期天一起去商场 十九 我是二零零零零年从日本的一个大学毕业的 毕业以后 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了三年 后来我辞职了 来到中国学了两年汉语 现在 现在我在中国的一家日本公司工作 他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工作 十九 我是二零零零年从日本的一个大学毕业的 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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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昨天是我的生日 朋友们为我开了一个生日晚会 我们唱歌、跳舞 玩得非常开心 直到一点半才睡觉 今天早上我起床晚了 上课迟到了二十分钟 他今天没去上课 二十 昨天是我的生日 朋友们为我开了一个生日晚会 我们唱歌、跳舞 玩得非常开心 直到一点半才睡觉 今天早上我起床晚了 上课迟到了二十分钟 他今天没去上课 第三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小王 帮我开一下门好吗? 谢谢 没问题 您去超市了 买了这么多东西 难的 想让小王做什么? 小王 帮我开一下门好吗? 谢谢 没问题 没问题 您去超市了 买了这么多东西 难的 想让小王做什么? 现在开始 第二十一题 二十一 小王 小王 半公楼门前那辆白色的车是你的吧? 不 旁边那辆黑色的是我的 小王的车是什么颜色的? 二十一 小王 半公楼门前那辆白色的车是你的吧? 不 旁边那辆黑色的是我的 小王的车是什么颜色的? 二十二 妈妈 小明看什么呢? 看得那么认真 看小说呢 都看了一上午了 小明 看什么呢? 二十二 妈妈 小明看什么呢? 看得那么认真 看小说呢 都看了一上午了 小明 看什么呢? 二十三 老驾 去一和园坐几路车? 对不起 我也是来北京旅游的 你再问问别人吧 二十三 老驾 去一和园坐几路车? 对不起 我也是来北京旅游的 你再问问别人吧 女的来北京做什么? 二十四 天太热了 我早上买了一个西瓜 在冰箱里放着呢 吃了就凉快了 女的让男的吃什么? 二十四 女的让男的吃什么? 二十五 哥 今天的电视里 也没有你说的那条消息啊 你往下看 大概在后面呢 他们在看什么? 二十五 哥 今天的电视里 也没有你说的那条消息啊 你往下看 大概在后面呢 他们在看什么? 二十六 下个月是我女朋友的生日 我寄给她什么礼物好呢? 毛衣还是高跟鞋? 中国的旗袍很漂亮 你给她买一件寄回国吧 女的建议男的买什么礼物? 二十六 下个月是我女朋友的生日 我寄给她什么礼物好呢? 毛衣还是高跟鞋? 中国的旗袍很漂亮 你给她买一件寄回国吧 女的建议男的买什么礼物? 二十七 我现在可以进去看她吗? 二十分钟以后才可以 她的手术很成功 别担心 他们现在可能在哪儿? 二十七 我现在可以进去看她吗? 二十分钟以后才可以 她的手术很成功 别担心 他们现在可能在哪儿? 二十八 现在有些学生 每周玩电脑游戏的时间是二十个小时 他们要是少上点网 学习成绩会比现在好 你说得对 他们对学生 学生长时间玩游戏 是什么态度? 二十九 十一 我正要和丈夫孩子商量这件事呢 我正要和丈夫孩子商量这件事呢 女的一家 女的一家要商量什么? 三十 爸爸的生日快到了 这是他退休后的第一个生日 给他买点什么好呢? 哥哥 我给他买了一只小狗 他每天带着小狗出去散步 也是锻炼身体 爸爸 爸爸怎么了? 第四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晚饭做好了 准备吃饭了 等一会儿 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 快点吧 一起吃 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你先吃 我马上就看完了 男的在做什么? 男的在做什么? 现在开始第三十一题 三十一 你喜欢哪个季节? 冬天太冷了 夏天又太热了 春天不错 就是太短了 那就只有秋天了 秋天不冷 秋天不冷也不热 风也不大 还很凉爽 他们在说什么呢? 三十二 这里的啤酒好喝极了 不错 酒吧里的歌曲也好听 就是抽烟的人太多了 一边喝酒 一边抽烟 对身体特别不好 男的和女的 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 三十三 老王 我们医院新来了个年轻人 叫张东 叫张东 我听说了 好像还没有女朋友呢 是吗? 李平也没有男朋友 那给他俩介绍介绍吧 他们要帮 要帮张东 做什么? 要帮张东做什么? 好的 半斤饺子送到407房间 对不起 是401 不是407 知道了 半小时后送到 再见 饺子送到哪个房间 三十四 喂 餐厅吗? 我想要半斤饺子 送到401房间 好的 半斤饺子送到407房间 对不起 对不起 是401 不是407 知道了 半小时后送到 再见 饺子送到哪个房间 三十五 天方 你做业做完了吗? 做完了 怎么了? 这几道题真难 你给我讲讲吧 好 我帮你看看 他们是什么关系? 三十五 天方 你做业做完了吗? 做完了 怎么了? 这几道题真难 你给我讲讲吧 好 我帮你看看 他们是什么关系? 三十六 今天真冷啊 零下十九度呢 明天天气怎么样? 明天有中雪 那会更冷的 可是听天气预报 气温还可以 不比今天温度低 明天大概多少度? 三十六 今天真冷啊 零下十九度呢 明天天气怎么样? 明天有中雪 那会更冷的 可是听天气预报 气温还可以 不比今天温度低 明天大概多少度? 三十七 晚还没洗呢 你去洗吧 你放那儿吧 我先抽根烟 一会儿洗 那我去准备 HSK考试了 好好准备吧 男的要先做什么? 三十七 晚还没洗呢 你去洗吧 你放那儿吧 我先抽根烟 一会儿洗 那我去准备 HSK考试了 好好准备吧 男的要先做什么? 三十八 你最近还打不打乒乓球? 这些天来医院看病的人特别多 中午没有时间玩 下班后也不行吗? 下班后特别累 就想回家休息 关于男的 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八 你最近还打不打乒乓球? 这些天来医院看病的人特别多 中午没有时间玩 下班后也不行吗? 下班后特别累 就想回家休息 关于男的 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九 你的书包真好看 尤其是上面的那几个足球 这不是足球 是花 是吗? 这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花 是很特别 你的书包上有什么? 三十九 你的书包真好看 尤其是上面的那几个足球 这不是足球 是花 是吗? 这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花 是很特别 女的书包上有什么? 四十 我觉得河水比以前浅多了 能看到这么多鱼 现在是春天 夏天的时候水就深了 你看 这条鱼真大 到了秋天的时候 这里的鱼才大呢 这条鱼 鱼真大 到了秋天的时候 这里的鱼才大呢 现在为什么能看到很多鱼?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